这是我见过设计最合理高性价比的B型房车 还是精装修拎包就能入住 基于福特新世代V348 Pro底盘打造 2.2T排量6AMT自动挡变速箱 整车车长5米99车宽2米1车高2米8不具线高 蓝牌C正就能驾驶 一直从会客厅延伸到睡卧区的加宽护甲 为我们提供更宽敞的活动空间 保温隔音效果也更好 拉开桌门就能打开户外厨房 采用抽拉柴油炉设计 直接取自油箱里面的柴油 上方空间还是内外关通的设计 更方便我们拿取厨具厨艺发挥 进入到车内还有配置齐全的室内厨房区 电器区准备了韩国大雨微波炉 以及96升的双开门冰箱 用来食物的保鲜 炉具同样采用柴油炉的形式 并且搭配抽油烟机 以及旁边的先锋系统 一同使用车内空气更清晰 会客厅的空间对于B型房车来说 真的很开阔 因为前方主副架都是可以进行 180度旋转的空间利用非常合理 几个人可以一起面对面的交谈 桌子是隐藏式的设计 需要使用的时候一键升起 最大能达到120公分乘以53公分 4到6个人使用都轻松松松 终止卫生间 内部电动粉碎马桶 折叠洗手盆 零花洒储物空间 双向换气扇 基本设施齐全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它还能进行拓展变成双倍空间 两个人使用都绰绰有余 在过道的上方装有飞翔的专利 静音变频 住车空调 更加节能高效 可以为前后睡卧区提供舒适的温度 最后面就是车友们最喜欢的后红床 隐私性极好 同时尺寸可以达到1米28 前1米9 夫妻两人一起出行 睡这张床就足够了 床下全部都是储物空间 能放各种出行物品 当然了 出行人数较多 或者说想和家人分床睡的话 飞翔也为您考虑到了 准备了一张备用床就在会客厅上方 通过升降可以得到1米2天2米的双人吊床 而且平时也不会占用过多的空间 最后说一下 本车标配3000瓦逆边器 800安时里电池 200瓦太阳能板 132升净水箱 40升灰水箱 这款高性价比的B型房车 舒逸而好 就说到这了 车友们对这款车有什么评价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请 很热 Philadelphia ı primero 1 3 3 4 4 5 6 6 7